大家好啊 今天咱们继续忙里偷闲 接着来修街儿 那么今天随便挑一个吧 刚好到了一批快递 我们来挨个拆开看一下 里面都是什么宝贝 目测呢是一台笔记本 OK我已经透过侧边的缝隙观察出来 这是一台天选的游戏本 天选这款电脑 近期我们修了比较多 故障表现呢就是 灯不亮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故障原因呢就是组绑到短路 看一下第二台 天选呢我们最近路过很多了 就不路它了 这个就先不路它了 再继续来找找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猎奇的 嘿嘿是吧 卧槽 这 这什么意思啊 又是一台天选 这是一台灰色的天选 看了一下好像也是大短路 那先放一边吧 再来继续拆 咱就说这个最近这个天选 还有这个拯救者是不是坏的有点多了呀 我操又来 三台了哈 又是一台灰色的天选 看这个纸条故障描述呢 也是不同的 来再来一台再来一台 看到第一台的时候平平无奇 第二台的时候 云荡风轻 第三台 略显惊讶 第四台 你可一定要是天选啊 牛P 又是一台蓝色的 还有没有啊 这一台好像是个二修机 说是大短路已经修好了 但是电池还无法使用 确实啊 这一款如果大短路的话 很容易坏电池的 再来再来再来 再看一下有没有地补台啊 把这么多天选的箱子摆在一起 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那么也不能天天修拯救者吧 我去 不是天选了 终于不是天选了 你别说是不是滑硕吧 反正它就是不是天选 看一下其他箱子 还有没有什么好货啊 这是一台拯救者 Y7000 这个前段时间路过很多了 不路了 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油 刚又拆开了一个 看一下这一台好像不是华硕 哦 微星 微星龙啊 自己折腾超频超坏了 这个估计是刷标识 那也简单 看一下这个箱子 我去 大奔旗 哦不是 拯救者 拯救者箱子里面 你不可能给我塞一台天选吧 算了 刚刚拆了一下 拆出来四台天选 今天还是继续来老老实实的修天选吧 先端上来第一台 就是刚刚那台 二修机 我们先来看一下故障现象 是可以开机的 按开关 灯能量 也可以上电 说是电池无法使用 那我们得进系统来看看 这个没给我密码 算了 还是先放一边吧 等温道密码再来看 果然一拔电就黑屏了 看一下第二台天选 这是一台灰色的 没有修过的 看这个故障描述呢 应该就是大转入了 插电 灯都不亮一个 灯全灭 并且按开关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一款的经典通病啊 就是烧它的显卡核心供电 这个打开来看看吧 这台应该是没有修过的 拆开后盖 可以看到里面的布局 这一款的散热比较单薄 拆下电池 卸下铜管 显卡核心供电呢 就在显卡边上 这个位置 咱们先来测一下 用万元表的二级光档 先测一下供电点啊 这边有个大保险 果然是已经对地短路了 组织为一 那么它显卡供电总共有五项 我们怎么找到击窗的那一下呢 有诀窃啊 它这种是普通的复合MOS管 我们只需要测一下 它的第一角的阻值 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第一角呢 哦 你看吧 我测的第一个 它数值就很低 只有30 你看人家正常的都是四五百左右的 其他的几个基本上都是四百多 五百的 那这个第一个肯定是明显击窗了 这个MOS管击窗 导致大电流肯定会把保护隔离管子给击窗掉 这个管子不换的话 大家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就是这第一个管子 我刚测了一下 是已经击窗的 我们先把这个管子给换掉 不换它会有什么后果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N勾到MOS管 OK 换完之后 我们再来处理显卡核心供电这边 按照我们最近的规矩呢 都是把它五个MOS管全部给换掉 不加焊油啊 直接干拿 如果不全换 只换机窗的那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大家知道吗 我知道 全部拆掉之后 公共链组织瞬间恢复正常 先不照急装芯片 先测一下每一组积极的对立组织 全部正常之后 这里有一个不正常 它的对立组织只有零 那它的斜控也得换掉 这个背面的斜控也很容易坏啊 就是这一个了 机窗那一个隔壁一个 那顺手的事 我们把这两个MOS管的斜控都给换掉吧 这个斜控是在背面啊 刚好也是有五个 斜控没坏的话就没必要全换了 斜控不与公共链沟通 换完之后再来测一下 控制角的值已经正常了 OK下面开始装MOS管 先把焊盘给擦一擦 上面还残留了一点导雷电 MOS管已经就绪 你猜我买了多少这样的型号MOS管 给它拿五颗 一次用五颗 先把焊盘上面打一层膝膏 这样的话就方便焊接 然后把MOS管 依次按照顺序摆上去 摆完之后直接拿风枪对着加热 全部融化之后就妥了 拿着风扇对着吹一下 降降温 先给它简单装一下 看一下电路这边正常工作了不 插电有正常的待机电流 生压呢25V也有了 说明保护格里MOS管那边 已经完全打开了 看一下这个显卡供电啊 我发现不对 开机的话直接就大电流了 这个显卡供电还是有问题啊 那管子都新化了 还有哪里的问题呢 我也不知道 这个拿似播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肯定是某一路工作不正常 拿似播器挨个打一下每一组的波形 它如果正常工作的话 都有这样的PWM波形 但是测到其中有一路 它没有波形 只有电压 那肯定它工作有问题了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MOS管形患的 那直接换它背面的斜控吧 波形正常之后 直接装机 一次点亮 OK我们进系统来看看 像刚刚那种情况 如果缺一项的话 你不把那一项修出来 它也能开机 但是容易不稳定 很容易再烧 因为那一项工作不正常 它的电流比较大 电流一大 温度一高 就容易再次击窗 现在呢 我们给它考一个田田圈 看一下 最近这个天选呢 是真不错 这是另外一台 这是前几天修的 它呢也是一台 二修机 修过一次 但是修完之后 又黑屏了 后面能开机了 但是会卡顿 掉针 而且电池还用不了 我们拆开发现 它的显卡供电就缺项 有一部分的波形 没有修正常 我们把它一套换掉 现在不就妥妥了吗 烤机也能烤了 电池也能用了 OK 再来回到我们刚刚修好的 这一台这边 这边考虑一会儿了 都能稳稳的运行 也不会掉针卡顿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电池吧 像华硕 华硕这一系列的电脑 那主板只要一大短路 它的电池很容易锁死 看吧 电池虽然显示有电 但是电源一拔掉 立马就黑屏 华硕的电池都有保护机制 所以每一次 主板修完之后 这种电池 还得给它重新激活 修复一下 看吧 现在拔掉电源 电池就可以给它供电了 OK 刚刚那台密码 我已经问到了 就这台说电池用不了的 我们先进系统 看一下它显卡 性能有没有问题 找个甜甜圈来跑一跑 这个电池呢 也是百分百的电 但是用不了 先跑一个甜甜圈 看一下显卡的性能 我不OK 让它先跑一会儿吧 OK 这个跑了有一会儿了 显卡性能还可以 没有掉针卡顿 就是温度有点高 可能上热不行了吧 而且有一个风扇 还有异响 这一款的风扇 也比较容易坏 先看一下它的电池吧 现在电池是显示有电的 但是电源一拔掉 立马就黑屏 断电了 还是一样 直接打开后盖 先看一下显卡供电 这边有没有全化 电池呢 还是原装的电池 供电这边也很贴心的 贴上了导乐电 但是好像没有完全贴合到热管 还有那么大的空隙 电了个季末 这个太薄了 先把电池取下来 电池看着还是原装的电池 来检查一下 上加修的显卡供电 我看了一下 我以为是普通的换了一项 但是我检查了一下 它好像也是全换了 可以 这个可以 看吧 墨数管全部都是新焊的 有焊接痕迹 我查一下它的充电电路 我发现它的保护隔离没有深压 它的积极只有19伏 那这样的话它的保护隔离管就不会完全倒通 电就不完全进来 公共点就完全是靠MOS管里面的那个二极光给它供电 那这样高负载的话 必然会带不动的 OK 我们把它主板取下来看看 肯定是保护隔离管寄穿了 没有换 是吧 还是原装的管子 这里就没有焊接痕迹了 咦 奇怪了 之前我录了好多这种视频了 大部分都有提到过 大电流的话 必烧这个管子啊 实测呢 已经是机窗的状态 OK 我们直接给它换掉 同样也是找一颗N勾到的管子 给它换上去就可以了 换完之后再来测一下公共点的深压 25伏 非常的标准 现在两个保护隔离管就已经完全倒通了 再来检查一下它的显卡核心供电 看一下每一项波形是否正常 我这边测了一遍 波形都有啊 看了一下也没有异常发热的点 那这个供电修的就非常的完美啊 显卡供电修的确实不错 可惜前面的充电电路没有检查干净 我也给它重新垫了一层导热电 然后再给它装好 电池呢 肯定是也保护了 所以等会儿我们还得给它电池继续解锁一下 像这种的话如果是换电池也能解决这个充电问题啊 就是电池本身锁死了 激活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充电灯也能亮橙色了 进标时可以识别到正常的电池容量 64% 把电源的电池也可以给它供电了 OK我们给它放一边 再来测试一下 这是之前修的这一台 它的电池也能充满了 充满也可以放电 电池的充放电都正常了 这种问题修的还是比较多的 修起来也是非常的轻车熟路 这是之前一台魔霸 这一款呢 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卡死 这个是CPU的问题了 它有时候是进系统之后用一段时间卡死 更有甚至它直接在转圈圈的界面就停住了 这个锅必须得MD来背啊 换了一个CPU之后再测试的话就可以了 今天到的另外的几台 也都是一样的修法 问题都一样 全部都是显卡供电机窗 我的妈呀 这是要法 这边还有一台魔霸 是今天刚到的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插电呢 待机电流0.02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不触发 灯都不亮一个 连待机灯都不亮 这个估计是待机电路的问题了 看一下今天修好的这一堆天选 通病修起来就是爽 不需要动脑筋 干就完了 隔壁这几个呢 是华硕的表兄弟 AZR AZR他就没这么多的通病了 这个都是不是进水 就是掉显卡 要么就是换CPU 这几台天选修电池问题的 二修机也可以了 同样的问题要付两次维修费 施主你这又是何苦呢